香港有免費報紙AM730 AM730就是我的經濟專欄免費早餐 雖然說是免費 但這樣又不代表辦報又或者寫稿的沒有成本 哪裏有免費午餐那麼好處 香港人的傳統智慧 哪裏有這麼大的甲蠟隨街條 市民面對的轉屋問題 很明顯是又小又貴 增加土地供應來蓋多些房子 蓋多些面積大的房子 起碼可以先幫助在佬解決住得細的問題 由於需求的關係 是量越多價就越便宜 蓋多些房子還可以解決住得貴的問題 但很奇怪 這幾年越來越多人以為 樓價和供應無關 以為樓價和供應無關 其實就是說 樓越貴我們就會住得越大 類似的所謂香港土地迷思 近來在香港越來越流行 另一個土地迷思 就是政府收地很容易 而政府和發展商合作 就是找小市民分 要為難發展商 他們又怎可以很容易起樓給小市民呢 用麵粉和麵包來做比喻 麵粉貴 麵包又怎會便宜呢 我們以前批評政府高地價政策 現在就怕政府不為難發展商 就即是官商勾結 哪有這麼大的甲蠟隨街條 不增加土地供應 蓋多些樓 哪來地方讓我們住大些住便宜 今次的土地小辯論 涉及香港重要的資源運用 和收入分配 我希望各界發表他們的意見 不要忘記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簡單經濟原則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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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